是北美洲台湾人医生协会同时也在南加以职丫专科出了名的黄纹古牙医师 为了扩大营业特别将诊所乔迁到盛盖博士 加州组记长江俊辉盛盖博士议员廖清禾 以及林渊青等多位社区名流也都出席祝贺 并且在当天举行一场隆重的剪彩仪式 谢谢大家十几年来的照顾 那想说要服务大众 所以这是我一个dream就是一个梦想 那想要提升大家的水准 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牙科诊所 让大家能够就是说为大众服务 希望大家来看牙科的时候也不要怕 然后就是可以给大家最好的技术服务 这个诊所呢花费了我们将近快三年的时间 那我们有最新的那个空病的machine 就是3D可以帮大家照X光 因为我们以前的X光都是2D 那现在有3D的话就有点像一颗的CD scan 这样照起来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我们用德国Sirona最好的椅子 让大家坐起来的时候也不会紧张 太看牙的时候 他说人工质牙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伤害其他牙齿 质牙最主要我们要把这个质牙放在嘴巴里面 所以说最重要一定要它的Quality要好品质要好 不能说随随便便放任何植牙体在我们口腔内 那如果说大家怕看牙医 那怕做植牙 那因为植牙花费也蛮贵 那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就是夜间磨牙 因为我本来个人发现我们的牙齿会坏掉 会有任何病牙周病还是什么病 都是跟磨牙有关系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请来我们这里 我会解释给大家听 从得到学位2000年开始独当一面到现在 黄文谷已经成为华人社区首位 只做人工质牙的牙医师 在阿亨坡职业13年 并且造福众多许多人工质牙治疗的病患 有关牙科方面的各种问题 可以与黄文谷医师联络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